他们嗅觉灵明警惕性高 他彻夜观察编织天罗地网 暗夜里的终于计划能否让老鼠上钩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马大勇的捕鼠行动 深夜的长沙 街上霓虹依然闪烁 大小店铺都已关门斜夜 就在这暗夜之时 有一行人潜入一家酒店的厨房 他们手提各式不同的工具 于贯而入 一场战斗的大幕徐徐拉开 暗夜行动即将开始 这支队伍的领头人就是马大勇 他仔细地检查厨房内各个角落 生怕错过一点点蛛丝马迹 究竟他在寻找什么呢 马大勇一位居住在长沙的湖北人 他在自己的住处养着一龙老鼠 把人们都惶恐害怕的老鼠当成宠物养起来的用意 是什么呢 他经常像这样坐在角落 近距离观察老鼠 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 因此对老鼠的习性十分了解 曾经创下一晚上抓上百只老鼠的记录 老鼠是当地有名的捕鼠高手 老鼠这个东西实在是令人太头疼了 头疼在哪 它不好治 过去我们养猫 猫抓老鼠 现在猫都不抓老鼠了 我们下耗子要吃多了 这个东西不吃都不行 也不太管用老鼠家伙 老鼠他也在不断的学习 也没有那么笨 可以说 从古至今 我们为了对付他 想出了不少的高招 真的感觉是 与天斗与地斗与鼠斗 其乐无穷 可是我们今天这位马先生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他在跟老鼠斗的时候 还真的有些绝招 我觉得咱们可以借鉴一下 今天马大勇接到一个任务 他来到一家位于城郊的 超市配送仓库灭鼠 仓库周围环境很糟糕 管道鼠动随处可见 老鼠能从四面八方进入仓库 这个灭鼠的话还是比较困难 因为它这个旁边的话 那个管道也比较多 这个下面的话也不平 他这个货物也比较杂 比较多 马大勇让团队里的其他人 分头去查看地形 五分钟后收集了每个人的信息 他感觉到这是一次棘手的捕鼠行动 仓库地形复杂 货物堆放太杂 各类洞口供老鼠 钻上钻下的地方太多 而且超市要求 不能用老鼠药要活捉老鼠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和苛刻的条件下 能顺利抓到老鼠吗 他看上去很自信 好像已经适应了这种与老鼠斗志的日子 人们不禁要问 马大勇是怎么和老鼠扯上关系的呢 十几年前 马大勇还是一位漂泊在外的打工者 对他来说 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 生活窘迫的马大勇来到长沙 通过老乡的介绍 他找到一家捕鼠杀虫服务公司 担任捕鼠人员 在几次捕鼠任务中 对捕鼠这个行业逐渐熟悉起来 了解的越多 他就越惊悍于老鼠的破坏力 老鼠跑到他的配件间里面去了 然后跑到那个配件间里面去 老鼠被打死了 然后整个那个机房的那个机座 很大的边压器都被烧掉了 那样的省事的话都是十几万 找上门捕鼠的人越来越多 因此没过多久 马大勇就出来单干 谁知道第一次单独抓鼠 就杀鱼而归 那个地方老鼠是多 我们开始的话 今天晚上应该抓个几个老鼠没问题 这个少一个晚上 一个老鼠都没抓住 第二天早上六点都不到 我们两个就回溜溜的跑了 上次的失败令他有了深刻的教训 要想逮到老鼠了解他们的习性是第一位的 为了近距离观察 他与老鼠同处一试 发现老鼠是特别狡猾聪明的动物 他们嗅觉灵敏 胆小多疑 警惕性高 有时候我们一个夹子能打到两个老鼠 大家觉得很奇怪 夹子多少分之一秒 里边一打下来 怎么会打死两个呢 这就是我们一经过观察就看出来了 第一个老鼠在那闻闻闻闻闻 他也不敢吃 第二个也过去闻 两路站能闻 虽然不敢先吃 可是有一个呢 不小心碰一下子 不要自己打下来 两路打死了 老鼠还有着超强的记忆力 只要发现熟悉的环境稍有变化 就会立刻逃得远远的 甚至有种说法是 成年老鼠的智商相当于一个八岁的男孩 然而与老鼠斗志 却让马大勇很兴奋 很多男人的话都有这种征服的这种想法 家里有一个老鼠的话 你特别特别就是我们男人的事 但是你摘高智商的男人 现在没有好的机械的话 你就抓不住这个老鼠的 如果说你家里有老鼠 我设计一个东西 你拿回去 小样的你看 我这个东西马上就把你抓住了 是不是 那就 这个东西就有一种 一种获取 为了能积累更多实战经验 马大勇经常挑战一些高难度的面数办法 我最难 最难抓老鼠的其实是老鼠笼 现在你看我们都基本上不用老鼠笼 所以外面悄悄买老鼠笼 家里面用老鼠笼 抓老鼠的都是高手 老鼠笼是什么 是把它引诱进去 你扭进去以后 你抓了一个老鼠以后 那个老鼠关在里面 它是活体 它会发去超声波 会发去求救的信号 所以只要你抓了一个老鼠以后 那个老鼠不迅速地处理 你家里面老鼠以后 永远地积到这个笼子 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他认为 属龙属家都不是很好的灭属方法 那么究竟马大勇想出什么办法来灭属呢 酒鬼酒富玉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首次面鼠以失败告终 暗夜里的中密计划能否让老鼠胜钩 请继续收看走进科学 马大勇的扶鼠行动 老鼠 老鼠极易适应人类的生活环境 常出墨鱼下水道 厕所 厨房等处 鼠脚体毛的携带物会传播病原菌 这正是人们害怕和厌恶老鼠的原因 黄胸鼠 鹤家鼠和小家鼠是经常出现在我们周围的家妻鼠中 黄胸鼠攀原能力极强 通常活动于屋顶墙头加凤及天花板上 在这间仓库里 马大勇就发现了黄胸鼠爬行的痕迹 这里是一条老鼠最绝的路线 从这个上面下来 你看这个点 这点点的是老鼠一条 就那个点点的 这上面那个点点 这个灰尘 灰尘山就是老鼠一条 鹤家鼠记忆力强 多沿墙根壁脚行走 行动小心谨慎 对环境的改变十分敏感 遇见异物就会起疑心 遇到干扰立刻隐蔽 同样有这一特点的还有小家鼠 他们经常与人同居 一堆食物或者大米的话 他是从那个沙发下面先摊着头 两边望一下 感觉没人 他就很快地爬到那个大米那块 四个几口 然后马上又好像发现什么样的 又把头望几下 用很快地爬到那个沙发下面 为了更加清楚直观地认识老鼠的习性 我们用小白鼠做实验 发现白老鼠遇到不熟悉的环境时 会不停地绕着墙根走 即使有能力翻过面前的指向 也不会轻易行动 即使是喜爱吃的食物 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吃一口就马上缩回去 实时提防危险的发生 等吃完了 再跑过去吃下一口 一顿饭要来来回回 十几趟 唯有熟悉掌握了老鼠的习性爱好 才有可能找到抓老鼠的窍门 它只要到了墙边 它才觉得安全 知道不 所以它有一般的老鼠 它有个路线 它往这边走就会往这边回 它有一个容易的路线 所以我们一般的机械家老鼠的话 都是采取封出它的路线的一个办法 但是老鼠这个墙边的话 大概变成墙根的话 我们家子是对着墙根放的 这样的话是可以把它封到 但是它有心无反应 一看到那个有一个家子 它就绕着过来 绕着过来的话 我们就在想 以后就想 怎么样把它的路全部封死 这是马大勇用来灭鼠的武器 电子补暑器 俗称电猫 导电体接上火线和零件 当老鼠同时碰触到 延伸出来的电源两极 形成了短路 瞬间产生了电流 就能将老鼠积晕 粘在灭鼠线上 他用铁丝作为导电体 交织成网 等待老鼠上钩 用铁丝的一个目的就是说 让老鼠看不见这个东西的存在 而从那个地方重庸 都走的时候 一下子被打云 所以那个不顺利 就提高了很多 老鼠的习性是不储备粮食 饿了一天后 晚上大摇大摆的到处 去找东西吃 马大勇伺机勘察 推算出老鼠秘食的路线 从洞口到秘食地点 布下天罗地网 等待老鼠上钩 一切就位 马大勇在漆黑的仓库里 静静的等着 几个小时过去了 电猫的警报声 并没有响起 电猫的报警声 为什么没有响起来呢 我觉得这得从老鼠的天性说起 你别看老鼠讨厌 但是老鼠确实是很聪明 它想生存下来 就必须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那是什么呢 对一切都怀疑 对一切都警觉 如果不搞明白了的话 它绝对不会去轻易尝试的 甚至说老鼠的学习能力 我们都得赞叹 我亲眼见过 有些捕鼠器 下好了这个机关 但是老鼠能够轻易的破解 甚至从你下架设的横梁上 直接就跳过去了 因此说 对于马先生而言 这个线怎么布置 他就是特别讲究了 马大勇打算试验老鼠 经过铁丝的种种可能性 找出问题所在 老鼠大概是受到了惊吓 任凭他怎么敲打 都不愿意出来 折腾了几分钟后 终于有只大胆的老鼠跑了出来 马大勇用铁钉做支撑 把导电体架离地面 细铁丝与铁丁之间 用绝缘陶瓷合看 为了防止电源短路 马大勇将老鼠赶入试验的范围 老鼠时而上窜 时而匍匍 都只是轻轻碰到铁丝 有些老鼠的话 它走得快一点的话 它就一下子穿过去了 老鼠的视力差 平时靠着触须来辨认方位 因此喜欢沿着墙根跑 但是这次试验中的老鼠 好像看得见铁丝 我就感觉这个 肯定是老鼠 看了这个东西 那你虽然是寻目正观 但是它感觉 或者看到那个东西 那还不行 所以说我们以后 就换了这种稀一点的 感觉这次用于导电的铁丝太粗 马大勇换上了稀的 这一次老鼠迅速跳了过去 铁丝开始晃动 随后老鼠的脚碰上了导电体 它沿着墙地走 在掉皮的墙角 老鼠本能地开始打洞 在这方面他们是专家 打洞又快又准 老鼠不往试验区域靠 马大勇用棍子驱赶 谁知这时老鼠突然发出了 凄厉的叫声 并向马大勇发起了进攻 这是老鼠向同伴发出的危险信号 周围的老鼠只要一听到这种声音 就不会再靠近这个地方 老鼠家族十分聪明 在面对危险的时候 他们往往有多种办法 来传递各种信息 各个老鼠各个老鼠的味道 受到不同的反应 它会有不同的气味 从不同的地方放出来 天生的它就是这样 所以它有的时候就会传递信息 它受到惊吓了 它就会放出一点 受惊吓放出的味道来 几次试验下来 老鼠都轻易地跳过了导电体 马大勇开始试着调整高度 他把线调高 老鼠却从底下钻了过去 经过几轮调整摸索 它找到了适合的高度 铁丝作为导电体 调得高了 老鼠能从下面钻过去 低了也能从上面跳过去 高度的分寸很难把握 难道这样的试验是不成立的吗 马大勇究竟能不能测出正确的方法呢 他坐在地上静静观察 突然他发现了老鼠一个细微的动作 坐在这里看的时候 老鼠看到那个电子不去 那个线以后有的是回头 有的是跳过去 你跳过去 我如果是搞两根线 你跳不过去你怎么办呢 在一根导电体的基础上 再加一根并行的 这样能不能令老鼠触电呢 马大勇试着将双线合并 静静观察 这一次 老鼠跳到双线中间后 又跳开了 它宽了以后 这个老鼠的话可以连续地跳 因为打了以后它会连续地跳 它就脚有支点一下子又跳过去了 它有支点一下子跳过去了 如果这个这么宽的话 刚好的话 它脚可能就刚好踩到这根线上去了 这时聪明的老鼠似乎已经识破了这些手段 它甚至跳到里面玩耍去了 这表明 两线的距离还是太宽 马大勇又试着调整了一次 这时 狡猾的老鼠早已经情况 掌握得一清二楚 它轻巧地跳过前面的线 又从第二条线下面钻了过去 多次试验 导电体之间的距离 确定到三厘米左右 因为老鼠它跳跃的话 它也不远 就是这么远 这么远的话 我的线在这里的话 它跳过来 脚下跌以后 它的尾巴 我们抓了上线以后 很多老鼠 它是尾巴落到我那个火线上面 脚落到领先上面打死的 判断老鼠的大小 等它跳进双线内 但尾巴却搭在另根线上 这样的距离 是双线的最佳距离 调整后 马大勇打算正式通胀电试试 它放出了老鼠 看这次能不能顺利抓到 导电体通了电后 老鼠碰到线上 打出了火花 但依然安稳地穿了过去 这回 老鼠怎么也不愿意再往前了 马大勇又放出一只老鼠来 两只老鼠同时跑了起来 在越过导电体时 一只老鼠终于被电网抓住 酒鬼酒富玉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仓库地形复杂 灭鼠难上加难 按夜里的周密计划 能否让老鼠上钩 请继续收看走进科学 马大勇的捕鼠行动 那么这次在仓库的捕鼠行动中 马大勇能成功吗 他们沿着墙角 在地板的缝隙中 钉上铁钉 然后缠上导电的线 仓库里就布置成了一张 针对老鼠的天罗地网 而员工在不线的时候 却发现了问题 像你现在放的这个样子 是老鼠会跑抖的是吧 会跑的 它会从哪里跑 它会往这个地方跑 它就往电上嘛 它变上以后就往这边电上跑了 仓库的地形复杂 货物的摆放不可能整齐划一 这线要怎样才能布得天衣无缝呢 这间大仓库里各种口味的零食 应有尽有 老鼠把这里作为了自家的厨房 只要肚子饿了 就肆无忌惮地从各处钻出来找东西吃 下面钻出的老鼠用电网可以防 如果老鼠从天花板扇下来 不经过电网 那又该如何抓 马大勇仔细查看了老鼠攀爬的痕迹 开始磨洞纸箱 它在夹子上面就把东西都吃饱了 所以你就要在这个空中就拦截 老鼠在行动上有一大弱点 他们习惯取食后原路返回 还有行走的路线隐蔽的场所都是重复的 仓库里各种大小的洞这些死角是铁丝网 布线触及不到的地方 员工根据老鼠爱藏洞的特点 在这些地方放上了毡属板 堵住所有能想到的老鼠活动路线 马大勇在角落里安静等待 老鼠上钩 三个小时过去了 捕鼠器的警报声终于响起 他冲过去一看 这次抓到了三只老鼠 为什么估计会有很多老鼠的仓库 只抓到这三只 原来是有黄鼠狼光顾这里 其他老鼠都跑得差不多了 就剩下这三只老鼠把仓库闹得不得安宁 但是老鼠的繁殖能力十分强 如果这三只老鼠一只没有被抓到 那么在半年内就有可能繁殖出五百多只老鼠 仓库灭属才告一段落 他没有匆匆赶到酒店的厨房 在这里马大勇开始了又一轮天罗地网的编织 这次他们成功抓到了二十多只老鼠 整个晚上忙下来 马大勇一共捕获了三四十只老鼠 这次虽说捕获的数量不能和平时相提并论 但如果一年365天都在抓老鼠的话 那就能够减少周围鼠害的发生 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就有一些方法防止老鼠入侵 就比如说像这样的建筑物 那么在国外它对于建筑物的角度 门缝的大小等等都有一些具体的规定 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阻绝老鼠入侵的机会 你想如果原本就没有老鼠的话 我们何必为抓老鼠而着急 你什么时候才要抓老鼠 是因为老鼠已经进来了 所以说我们在寻找抓老鼠的办法之前 是不是更应该考虑考虑 怎么样才能防止老鼠的入侵 这个方法岂不是更好 好 感谢大家收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